我现在是在崇州市远通古镇的一个大寨园里面 官方称这里叫黄家大园 历史上就是因为黄家 这里当地居民又称这里叫远通鬼 远通古镇怎么又被称为远通鬼呢 黄家大园又被称为将军府 因为这里的主人曾经是贵民当时期的一位将军 他们一个家族的故事 让这里居民僵硕起来更是一分填营 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座远通古镇中的神寨大园 黄家大园所在的街道叫麒麟街 是古镇的一条老街 大园一姓黄所以称为黄家大园 是监狱1914年归民当地一个中奖律帐的公关 神寨大园的神寨 就表现在我们的眼前 高墙之下 让我们感受到这里的富贵和气派 大园的主人是黄家的老大叫黄仁宇 诗权派的人物 名归那个年代 远通这里为什么被称为远通鬼呢 那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黄家 黄家是川系王族 算不上名门 他们的租府出身草莽 因为秦政府镇压七亿军立下斩功 受黄帝家将被朝廷钦辞为 建为将军 逢七英子 黄仁宇也就是黄家大园的主人 优秀至高 拼借祖上的功德 被包送到成都碑交场 五碑学堂休息 后来在军舰 又一定的艰蜀 官职刘文辉 而是死军中将旅长 进入大远 感受到的是川系民居的建筑风格 气派非凡 有家山 远岭 熟目丛语 花草繁茂 天津中 现骑士 游县中 藏为梦 这足以显示 他们在那个时期 在川西地区的 权势和敌位 三井大远楼 现在这里 村有名贵时期 万正建筑 两座 一座为整厅 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栋建筑 另外还有一座 叫耸金楼 整厅为专部结构 中国传统建筑 川斗太亮石 这栋建筑里 有篇房 是黄润渔旅长的卧室 作篇房 是他专门用来接待文化名人的地方 相传张大前 与游人 等文化名人 曾在这里 作坑 街头青蛙房 连成一片 风火墙 高焰悄脚 当时 大前先生还感慨 冤通真 真是苍隆我父之地 黄润渔旅兄弟流人 他为老大 老二叫黄润豪 在成都作官 是圣禅医院 老三叫黄润森 是冲青县的团联局局长 老四叫黄润圈 是传军二十八军第二路司令 老五叫黄润亭 狗老回唐安宗宗室的宗夺八字 老六叫黄润淑 是闺民当军 成都三军联火办事处的出长 这六弟兄 各个都是厉害人物 罢空了冤通的权势和财富 其中老六黄润淑的儿子 黄光辉 更是一个残暴 凶狠的角色 从小就不喜欢读书 横 凭借家族的实力 成了闺民当军的一个团长 后来又成为了远通 抛构的宗夺八字 拢落了方圆 所有的土匪 成为了川西四大飞望之兽 这一家族 在这里十人的眼中 他们就是天 折盖了远通 他们就是这里的土皇帝 所以民间就称远通 是他们皇家的远通鬼 其中老六的儿子 黄光辉 更是被称为是远通鬼的鬼王 整厅旁边 这里是皇家大院庄 包存完好的 另外一栋名贵建筑 黄石金楼 也就是黄润渔的宋金楼 宋金楼是一座中西货币的 两层楼的砖楼建筑 相传是黄润渔 邪家归天之后 感觉自己在军律中杀戮太多 于是就在这里 修了这么一个 宋金楼 好像这座宋金楼 还真是给他带走了 血光之灾 上世纪四十年代 正经传习的 黄石家族 大血案 就发生在宋金楼这里 被人们称为皇家而父 除了皇冠辉 无恶不作之外 还有一个唐兄叫黄光华 也是一个威非左呆的家伙 不在乎黄光辉之下 老百姓 狠之入骨 对他们两兄弟 当时在四川军方李文辉的手下 有一个叫许初的军事角官 武艺高强 与黄石兄弟也是朋友 许初的妻子 身材修长 毛媚如华 1939年的夏天 黄光华 塞一旦包天 就结果 将许初的老婆 关押了一夜 许初问之后 卢不可 找起了一杯多个江湖上的兄弟朋友 就杀到了黄家大人 将黄光华和他的父亲 黄润豪 以及满门的富友 全都杀了 黄光华的父亲和母亲 在骚乱中也被杀 当时黄光华不在家 小心躲过了这一劫 而当时的老大黄润豫 正在干什么呢 他正在这座楼上送金 听到杀人之后 便从送金楼的窗户中 跳到巷子中 穿过长巷 逃进了田野 就这样躲过了 这一次密定之灾 这就是名贵时期 轰动一时的黄门名案 黄门溜兄弟 一下子就这样烧了两个 剩下的四个兄弟 拉肯把修了 就心事动肿 动用了数千人 去除了许处 或那些坐岸的人 但许处最后 是逃到了青城山 音讯皆武 最后也没有找到 黄家名案 唠唠少少 十多人被杀 由于迟迟不能接岸 黄光辉这个无奈 倒是因活得福 一些人团章的身份 接任了远通里 跑过宗多把子的位置 还坚忍了远通这里 战战 在远通 他就是王了 他就是天 那个时候 他还不到三十岁 再后来 黄光辉 更是为非作战 成了这里的大兔妃 兔妃王 他的故事 在这里 更是家喻虎啸 最终 被推上了公盘大会 最大恶极 被镇压 盘踞在远通里远通鬼 就被彻底覆灭 被人们成为 苏州般的亲密商户徒 又恢复了 汪日的繁荣 和长生 时光悠悠 岁月流逝 污后的阳光 营照着孤镇的历史 荒家大园 是这条街上 最奇葩的大园 它的背后 是心灵灵的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 可以一度 这里的建筑风采 拼见 这座川西大寨园